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什么 有人说是鸟 你说对了 它是什么鸟呢 对 它是鸽子 请你说鸽子 鸽子在做什么 对 它在飞 然后我们看看它也会叫好像唱歌 非常的棒 鸽子 记住这个音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声音是什么 它是鸽 鸽 对 和鸽子的鸽开始是一样的是不是 好极了 我们来读三次 鸽 鸽 鸽 请你读 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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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唱歌 鸽 鸽 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鸽 它也是一个生母 它是一个拼音 它要在哪儿休息呢 对 它要在拼音阁里休息 那我们看看鸽 它长得像什么呀 哦 有人说它的这边好像长得像一个数字九 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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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极了 那它怎么写呢 好 大家注意 鸽 鸽 用两笔写成 那首先 先在左边画半圆 再在右边竖弯起来 好 所以我们看看要从哪里来写歌 注意 找到拼音的中隔 好 从这里开始 这是一 停下来 再写竖向左弯 这是二 所以这就是歌 我们来读一读 歌 歌 歌 你可以试试看 读一读 写一写嘛 那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动物 看看它是什么 诶 有小朋友说 哦 我不知道它 它是什么小动物 它看起来好像小鱼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哦 这是一只小青蛙 非常好 那其实啊 它就是青蛙小时候的样子哦 诶 好像不太一样是吗 很特别 所以它就是青蛙小时候 它的名字叫做蝌蚪 请你说 蝌蚪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没有蝌蚪 有 它在这儿 有几只蝌蚪呢 两只 好 两只蝌蚪 在和水草一起玩 看看和它是不是很像呢 那这个就是蛤 我们来读三次 蛤 蛤 蛤 蝌蚪 蝌蚪 蛤 蛤 蛤 那蛤 我们也要让它 住进拼音阁里边 那蛤在拼音阁里边 哎 放进来 它在哪里呢 有人说得很好 它在中格 上格 这是磕 它长得像什么呀 哦 有人说它长得像小树枝 你说得很好 也可以说像小树叉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 像个树叉 磕磕磕 像个树叉 磕磕磕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磕要用几笔写成呢 我们先看左边 这是一树 这是一 右边左斜右斜 这是二 好 所以磕 两笔写成 你记住它了吗 来像个树枝 磕磕磕 我们试试看 读一读 写一写吧 来现在呀 我们看看 这里有一个女生 她在做什么 对 她在喝水 她坐着喝水 她坐在哪儿喝水 没错 她坐在椅子上喝水 我们看看她的小椅子 长得像不像她呢 非常的像 来我们一起来说 喝 好 短短的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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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她坐着喝水 喝 喝 喝 那现在我们看看 喝 刚才我们说 这个女生 她怎么样喝水 对 她坐着喝水 所以喝 长得就像一把椅子 我们来读一读 一把椅子 读三次 喝 喝 喝 好 那喝 写在哪儿呢 拼音格的 中格 还有上格一点点 来 我们来试试看 两笔写成功 这是一 写下来 左 弯 竖过来 这是二 所以她就是 喝 喝 我们读一读 并且写一写吧 那现在呀 我们来找一找 刚才 我们认识了三个新的拼音小伙伴 三个新的生母 他们在哪儿呢 好 你能找到哪一个 哦 有人找到了 她 哎 这是 鸽 鸽 好 用她说一个词就是 鸽子 鸽子 鸽 鸽 鸽 非常好 还有吗 哦 有人找到了 这是 鸽 很像鸽是不是 好 我们来读三次 鸽 鸽 鸽 这个小动物 你还记得吗 它是青蛙 小时候叫什么 对 叫做 蝌蚪 蝌蚪 鸽 鸽 鸽 好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哦 还有喝 喝在哪儿 没错 它在这儿 你看到了吗 啊 就是这把小椅子 来我们来读一读 喝 喝 喝 它在 喝水 喝水 好了 鸽 鸽 喝 你都找到了吗 那现在呀 我们来看看 哥 喝 他们非常喜欢交朋友 那他们和谁 做朋友了呢 首先来看看 哥 他去找谁 一起玩了呢 我们来读一读吧 这是 啊 呃 和 呜 好 放在一起 他们就变成 好朋友了 来 哥 啊 嘎 哥 呃 哥 哥 呜 姑 你会读了吗 哎 现在呀 我们想想看 哥 它是一个生母 生母放在音节的开始 他可不可以戴声调帽子呢 不能戴 只有单育母六兄弟 可以戴上声调帽子 你还记得对吗 非常的好 来 我们来读一读 戴上帽子 要怎么说呢 首先先看上边 没有帽子 先来拼一拼吧 哥 啊 嘎 好 那现在 戴上帽子 我们试试看咯 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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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好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 哥 又见到了好朋友 呃 来 拼一拼 哥 呃 哥 好 现在 现在 试试看 戴上帽子 怎么读呢 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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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哥哥 唱歌 这是 格子 这个呢 一个 蘑菇 好极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哥 又看到了 呜 拼一拼 哥 呜 姑 好 这一次啊 我们边听 边说词 试试看咯 哥 呜 姑 她是一个姑娘 哎 非常好 这个呢 哥 呜 姑 一个 咕噜 这个呢 哥 呜 鼓 打鼓 这个呢 哥 呜 姑 讲 故事 哎 你都拼对了 读对了吗 那现在啊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 有哪一个 生母呢 你找到了吗 没错 这里有 哥 啊 我们找到了 好多个哥 是不是啊 对 有人说对了 有五个 哥 好 那我们来说一说 听一听吧 这是 哥 哥 所以他是 哥哥 非常好 那我们看看 哥哥做了什么事情啊 先来看看 哥哥 早上 做什么 哦 我先来拼一拼 哥 五鼓 他手里拿着鼓 他做的事情叫做 打鼓 请你说 打鼓 所以 哥哥早上 打鼓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哥哥 中午做什么呢 哥哥 好 这个拼一拼 还是哥 他在 唱歌 好 所以说 哥哥 唱歌 那接下来 我们看看 晚上到了 哥哥 做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读 这个是什么 哥 非常好 他在 讲故事 好棒的 哥哥 所以我们来说说看 哥哥 讲故事 那我们连在一起 说一说 这一天 哥哥做了什么呢 哥哥 打鼓 唱歌 还有 还有讲故事 那你可以说说看吗 好 现在 我们再来看看 左边的都是 哥 非常好 那哥 也喜欢交朋友 他 和谁交朋友了呢 我们来读一读吧 阿 阿 乌 好 放在一起 拼一拼 哥阿 咖 哥阿 你拼对了吗 那我们来看看 戴上声调帽子之后 怎么读呢 首先 哥阿 咖 来我们试试看 哥阿 咖 咖啡 咖啡 来试试看这个 哥阿 咖啡 非常好 像一个question 那接下来 哥阿 卡 就是一个track 叫做卡车 卡车 那最后一个 你来评评看吧 可阿 卡 读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 换一个 戴上声调帽子 试试看咯 可阿 可 好 我们直接读试试看 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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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来看 可 可斗 可斗 这个呢 可阿 可 咳嗽 咳嗽 非常好 咳嗽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口渴 非常好 口渴 可阿 可 那这个呢 老师在上 非常好 我们也在上课 好了 你会拼了吗 再来一个 我们看看 可 见到了朋友 呜 拼一拼 可呜 哭 好 呜 戴上声调帽子 怎么读呢 哭 苦 苦 酷 那我们想想看 这里有什么词 是你知道的啦 来 可呜 哭 他 哭了 非常好 哦 我吃了一个东西 他很 苦 非常的棒 来这个呢 哦 这是一条 裤子 好了 你听对了 读对了吗 我们可以试试看 来练习一下吧 那现在呀 我们来看看 这里 哎 有这样几个词 你可以找到一个生母吗 他们有一样的生母 非常好 就是 可 啊 数数看有几个 可 没错 有四个 一 二 三 四 我们来说一说 首先 这有一辆大大的 truck 叫什么呢 我们先来拼一拼吧 可啊 卡 所以这是什么车 对 这是卡车 卡车 好 可啊 卡 卡车 一辆卡车 那开卡车的人叫什么 对 叫做司机 司机 我们看看这个司机怎么了 他 他 哦 好想喝水 他怎么了 对 他 口渴 请你说 口渴 我们来拼一拼 可鹅 渴 好极了 他 口渴 那 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 他渴了 可以喝什么呢 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喝吗 对 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喝 这是什么呀 有人说 可可可了 你说的很好 那中文我们可以叫他可乐 可乐 那我们拼一拼 可鹅 可 非常好 乐你也会哦 乐鹅 乐 是我们认识的是不是 好极了 来我们一起说 可乐 可乐 那口渴 可以 喝 可乐 可以吗 可以 好 可是啊 我们看到 在卡车的后边 有一个小朋友 他怎么了 哦 他哭了 嗯 我们来拼一拼 可乌 哭 可乌 哭 他 哭了 哭了 好了 那现在呀 这些老师要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 刚才 我们看到了 这里有 卡车 有一个司机 他口渴 他 好像看到了 可乐 可是有一个小朋友 哭了 那你猜猜看 或者想一想 可能发生了什么呢 你可以编一个小故事吗 那你可以把你的小故事 发给家乡老师 来听一听哦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这是 喝 非常好 喝 喝 喝 那喝 也去找他们做朋友 那这三个是谁呢 啊 呃 呜 我们来听一听 喝啊 哈 喝呜 喝 喝 喝 呜 呼 好 那戴上声调帽子 我们再来试试看 喝啊 哈 来一声 哈 哈哈 笑是不是 来试试看 拼一拼 喝啊 哈 来这个呢 喝啊 哈 喝啊 哈 你都读对了吗 你都读对了吗 来再来 我们看看 喝呜 喝 呜 戴上了声调帽子 我们来读一读吧 喝呜 喝 喝水 等喝 喝呜 喝 这是一条小河 来拼一拼 三声注意 点点头 喝呜 喝 非常好 来最后 喝呜 喝 他毕业了 我们要祝贺 非常的好 好了 你会读了吗 好 再来一个 我们看看 这是 呜 拼一拼 喝呜 呼 所以这一次 请你读一读 试试看 呼 他在 呼呼大睡 非常好 看到 呼 呼里的 呼 这是 呼 他们的拼的一样 但是他的声 拼掉帽子不一样 这是 喝呜 胡 狐 狐狸 这是 喝呜 虎 老虎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诶 这又是什么人呢 有人说他是 呼士 非常好 我们来拼一拼 喝呜 呼 呼 呼士 你会读了吗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看 这里 都有一个 生母 是什么 对了 就是 喝 你可以数数看 这种几个 喝吗 有好多 是不是 我们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哇 有好多 有七个都是 喝 我们来说说看 他在做什么 对 他在 喝水 我们来拼一拼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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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 他在 喝水 那现在呀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条 river 小河 非常的好 来 我们拼一拼 喝鹅 河 小河 一条 小河 那在河边 有什么呢 有什么动物啊 对 我们先看到了 左边是一只 老虎 老虎 我们来拼一拼 喝五 虎 老虎 一只老虎 老虎的旁边 还有一只 什么 对 这是 狐狸 狐狸 和五 虎 狐狸 一只 狐狸 那 狐狸和老虎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好像在聊天 他们好像很开心 他们大声的笑 他们怎么笑呢 来拼一拼 喝 啊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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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哈 哈 哈 的笑起来 诶 这又发生了什么呢 你觉得 这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小故事呢 如果你可以 讲讲看你的故事 也欢迎你 分享给我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练习一次 怎么把它读对 那记住它的样子 首先 哥 像什么 像九 加一个 弯钩 所以 九字加勾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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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再来看看 咳 咳 它 哦 有人说 它是小蝌蚪的音 非常的好 那它长得像什么呀 有人说 它长得像一个树叉 是不是啊 好 所以 像个树叉 咳 咳 咳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 喝 它像 对 它像椅子 我们说 一把椅子 所以 一把椅子 喝 喝 喝 你可以试试看 读一读 说一说吗 那现在呀 我们把 哥 喝 放在一起 来试试看 你可以 找到它们 读对它们 也可以找到图吗 首先 我们先来拼一拼 客户 酷 非常好 所以这是 裤子 裤子 找一找哪一个是裤子呢 对 它在这儿 来 我们说 裤子 裤子 一条裤子 好极了 来 再来 喝 呼 第二个你会 了 一 好 来 放在一起 狐 狐 狐狸 哪里有狐狸呢 对 它在这儿 好 所以我们把它拎起来 这是一只狐狸 来 接下来 喝 认识它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我来画 你来读哦 个物 故 非常好 最高到最低 故 讲故事 讲故事 在哪呢 啊 在这儿呢 谁在讲故事 对 妈妈在讲故事 妈妈给我讲故事 好 你找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 可额 渴 哦 好想喝水 所以 可额 渴 了 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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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它 它怎么了 它渴了 好 同学们 你都读对 并且 找对了吗 好了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汉字部落 认识几个 和哥 科 有关系的汉字吧 首先 首先 我们看看 左边的是什么 哦 是哥 哎 那我们再看看它 这是一个弟弟 这是一个哥哥 哥哥背着弟弟 哦 好棒的哥哥 所以这个字啊 就是哥 好像哥哥背着弟弟 是不是啊 来我们拼一拼 哥 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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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哥哥 他有哥哥 你有哥哥吗 啊 有人说有 有人说我没有哥哥 那现在 我们认识他好不好 好像上边和下边 长得有点像 下边长得大一些 是不是 更像哥哥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试试看 来写一写 好了 准备好你的笔和纸 在你的汉字格子里边 写一写吧 横 竖 横折 横 竖 好 上边写好后 我们来写中间 横 长一点哦 来 竖 横折 横 然后最后 竖 勾 这就是 哥 哥哥的 哥 拼一拼 哥哥 来 再来 我们看看 这个是什么 我们认识他 他是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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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的好 来拼一拼 咳 哭 哭 你可以做一个哭的动作吗 哦 很难过 好 就像他一样 是不是 所以他怎么了 他哭了 啊 所以我们看看 哭的时候 会有眼泪流下来 对吗 所以这里有个点哦 好像大大的眼睛 流下了眼泪 是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字啊 就是哭 哭 他哭了 他哭了的哭 记得 这里要有一个点哦 因为是有眼泪掉下来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竖 横折 横 竖 横折 横 来下边 横 写 那 还有一个点 非常的好 这就是哭 来 再来一个 我们看看呀 刚才我们说哭 有水 因为有眼泪 那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水 这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拼一拼 河 河 啊 Ripper 叫做河 也可以说 一条河 所以 有的同学 认识左边的部分 对吗 左边的是什么 对啦 左边叫做三点水 如果一个字的左边 是这个样子 是三点水 那这个字和什么有关系呢 非常的好 一定和水有关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Ripper 小河 里面就有很多的水 来看看他们长得像不像呢 啊 这就是河 小河的河 所以我们认识它 拼一拼 河 河 河 一条小河 来写一写吧 注意先写左边的水的部分 三点水 点 点 提 好 再看右边 横 树 横折 横 然后接下来 树 沟 好了 那你会写了吗 你可以试试看 用河 来说个词吗 对 我们可以说小河 可以说 小河里的水叫什么 叫河水 非常好 还可以说 一什么小河 对 一条小河 好了 那刚才的字 希望大家可以读一读 写一写 说一说词哦 同学们 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完成课后的练习哦 我们下次再见 todo 哈哈哈 下面 正常 有免 词